所有朋友过网络人气明星将挑战新角色充满信心 广告周见 欢迎回到娱乐大风暴 在北京有一个明星风尚全力榜 接榜了 这个榜经过五个多月的评选 是刚刚列出了他的Top10 这Top10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有三个要求 第一呢 他们是派出了专业的市场监测的机构 然后去七大城市里面进行市场调查呀 等等的摸底呀 人家怎么搞的都是很专业的啊 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请专家来进行专家的认可和评测 然后第三呢 就是要通过网络投票 征集大家观众朋友们的广泛意见 综合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Top10的榜单了 其中呢 在影视以及歌曲方面 最近几年没有太大动作的 这个苏友鹏一举 就成为了风尚最具网络人气的明星 因为他的网络投票达到了1300万张 以艺人风尚影响力为评判标准的明星风尚权力榜 日前在北京公布了07年度Top10排名及单项奖名单 包括刘德华 周杰伦 张曼玉等在内的风尚艺人 以其健康向上的公众示范力和个人魅力榜上有名 而获得年度封上网络人气男明星的苏友鹏 当日也是时尚亮相 再说到今年因为艳照门事件而特别看重的健康示范力标准时 幽默的他就笑颜 自己还算是自强不羁的健康少年 还行吧 第一 而发布会上 苏友鹏也对媒体朋友们透露了自己最新的工作安排 我已经有两年没有接系了 在这个月底即将进入一个剧组 因为过去曾经在很忙的时候 我觉得在有一些工作俊带吧 觉得接着角色都差不多 那挑了两年的剧本 这次可以如愿与藏的演应给比较另类的人 有点精神崩溃的精神病患 我觉得蛮有挑战